天主教信仰课程 耶稣的祖先 2.9单元 冲军及墨西亚的盼望 各位大家好 2.9单元 冲军及墨西亚的盼望 以色列于公元前931年分裂为南北国后 天主委派不同的先知向两国的君王和人民说话 劝他们悔改遵守盟约 并指着他们的邪恶和预告国家的灭亡 北国灭亡 公元前721年 亚述派兵攻打以色列 攻陷其首都撒玛利亚城 将它完全毁灭 留下来的移民因此接受了亚述的统治及他们的宗教 北国由十个支派组成 所以北国灭亡 一级这十个支派将在历史上消失 而以色列的十二支派 就指余下南国的犹大及本亚民支派 南国灭亡 其后亚述渐渐衰弱 新的强国巴比伦便适机诞生 公元前598年 巴比伦王拿不高包围耶路撒冷 犹大王约亚金不久就逝世 其子耶克尼亚继位 借犹大国无力抵抗 便宣告投降 巴比伦王见他主动投降 就宽人对待他 只将犹大国的权贵 司机及其家属和技术人员等 俘虏到巴比伦去 这是第一次冲军 后来巴比伦王委任 齐德克亚为新君王 齐德克亚起初听从先知的 劝告不对抗巴比伦 但后来却与埃及结盟 反抗巴比伦 巴比伦王于公元前587年 再次攻打耶路撒冷 捉拿齐德克亚 并残忍地惩罚他 要他目睹儿子逐个被杀 又弯掉他的眼睛 把他冲军到巴比伦 这次拿不高 把整个耶路撒冷和圣殿毁掉 拆去城墙 抢去圣殿内的宝藏 除了穷人留守耶稷 其余的全部冲军到巴比伦 这是犹太人的第二次冲军 南国与此时灭亡 冲军的日子 南北国相继灭亡 犹太人两次冲军到巴比伦 公元前598及587年 所受的并非肉身之苦 因为他们仍可耕种 经商 且住在一起 不用分离 也不是那么穷困 然而亡国冲军 却令他们饱受羞辱 因为他们自视为天主特选的民族 自亚巴郎梅社开始 天主便要特别保护他们 拯救他们出埃及 带领他们进入福地 又派民藏君王管制百姓 协助他们建立辉煌的达位和撒洛满王朝 尽管在历史中 以民不时埋怨上主 但当遇上困难或外敌攻击时 他们一想起上主 呼求他 上主就祝佑他们 不过这次惨败于巴比伦手中 连耶路撒冷圣城和圣殿也遭毁灭 实在令他们陷入绝望中 为他们来说 圣殿象征着天主居住在他们之中 如今圣殿被毁 无疑代表他们失去了天主的保护 在冲军初期 有些人以为天主必会很快来拯救他们回乡 但一年复一年 仍未见天主的行动 他们越感失望 就在绝望的时候 天主的先知又来到他们中 即后 在漫长的等待中 他们虽感到苦痛与悲伤 但没有绝望 因为凭着先知的说话 天主又临陷于他们中 即使他们正在受惩罚 但他们明白到 要革新自己 就有重回天主怀抱的时刻 二则克尔 二则克尔先知 生于南国犹大约什亚为王时代的 师纪家族 与耶勒米亚同时 但较为年轻 在南国第一次冲军时 他冲军到巴比伦 故此被称为冲军的先知 他于公元前593年 蒙召为先知 在任共22年 在耶路撒冷被毁前 二则克先知 预告主的惩罚 呼吁以民回头 写警告书 先知预言 耶路撒冷将会被毁 但这不是战事失败 而是信仰危机 以民挫败是由于 他们忘记 与上主所立的盟约 以及上主对他们 所做的许诺 以民背信弃义 崇拜邪神 才受这样大的惩罚 先知指出 以民将要在磨难中 才明白自己所犯的罪过 才认清自己属于哪一位 上主说 我要将你驱逐在义民中 将你散步在各地 消除你的污秽 以后在义民眼前 我必再使你做我的产业 如此你要承认我是上主 在耶路撒冷被毁后 二则克先知安慰王国的同胞 预告王国的复兴 写安慰书 先知联系充军的犹太人 继续培育他们 使他们的信德得以成长 先知也向四周的敌人宣告审判 然后向犹太人宣布 苦难将有尽头 天主要亲自做他们的牧者 领导他们 五主上主这样说 看 我要亲自去寻找我的羊 我要亲自照顾我的羊 犹如牧人在羊群失散的那日 怎样寻找他的羊 我也怎样寻找我的羊 我要把那些曾在阴云和黑暗之日 四散在各地的羊 从那些地方救回来 我要从各民族中将他们领出 从各国将他们寄举起来 领他们回到自己的地狱 我还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 在你们五内放上一种新的精神 从你们的肉身内取出铁石的心 给你们换上一颗血肉的心 我要将我的神赐予你们五内 使你们遵行我的规律 恪守我的诫命且实行 如此 你们要居住在我赐给你们祖先的地方 你们要做我的百姓 我做你们的天主 上主是给他们新心 受交的心 及新的精神 将来所指的天主圣神 使以色列人能遵守他的诫命 达尼尔 达尼尔先知出生贵族 在第一次冲军时 与三位年轻朋友一同被掳网巴比伦 他被招作宫廷侍卫 达尼尔虽身处异地 却始终虔诚诚主 天主是给他特殊的智慧 使他能解梦及解释神事 他曾为三位君王服务 约七十年之久 达尼尔先知书中有两个角著名的故事 达尼尔先知的三位青年朋友 不肯俯服我朝拜一个金像 君王下令将他们投入烈火的火窑中 看看有什么神能将他们救出 青年回答说 如果我们所恭敬的天主肯救我们 大王 他必会救我们脱离火窑和脱离你的手 如果他不肯 大王 你应知道 我们仍然不愿意恭敬你的神 也不朝拜你所立的金像 结果他们被放入烧得厉害的火窑中 却丝毫没有损伤 还高声祈祷赞美天主 君王见得十分惊愕 更和他们三人一起赞美天主 并厚待了他们 达尼尔在君王前多次聚拜邪神 并揭穿十几门 欺骗王的秘密 当先知打死巴比伦人 信奉的大龙石 巴比伦人要求王将达尼尔交出来 把他投入恶师群中 置他于死地 结果猛兽没有吃他 天主更派另一先知哈巴谷 送食物给达尼尔吃 达尼尔说 天主 你想起了我 你没有抛弃爱慕你的人 七天后 君王前来挨到达尼尔 却看见他坐在狮子圈里 没有受伤 便大声唬喊说 上主 达尼尔的天主 你是伟大的 除你以外 没有别的神 随后君王将先知救出 并宣布说 全地的居民都应敬畏达尼尔的天主 天主 天主借着达尼尔去兼顾那些被卢的犹太人的信仰 并使外邦人明白天主才是世界至高唯一的主宰 仍应服从天主的统治 因为世界历史的最后结局将是天国的胜利 复兴时代 虽然亡国 但犹太人有过短暂的复兴时代 当亚苏被波斯王居鲁士打败后 于公元前538年 居鲁士让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归故国 耕作及发展 又允许他们重修圣殿 在圣殿里朝拜自己的真神 恢复自己的信仰 以民强调要保存纯正的信仰 朝拜唯一的天主 他们把民族各代的重要资料归类排序 这时代可说是旧约最后的编辑时期 孩童自小就背诵旧约重要的事迹及慎勇 这些圣经的编辑及教导 对准备耶稣基督的来临十分重要 他们从历史书 先知书中了解到一个观念 在天主的计划里 有位墨西亚要来 在政治方面 人面对很多不稳定 在亡国冲军后 自公元前731年自公元初 犹太人先后被亚述巴比伦 波斯、希腊和罗马等外族统治 以色列人眼中的墨西亚 在亡国的岁月里 先知预告了拯救者的来临 以色列人就一直期待 那位救人脱离罪恶 和解除人间疾苦的领袖 在他们心中形成了不同墨西亚形象 其中最吸引普遍的犹太人 就是一位强而有力的君王 是达位的后裔 称为达位之子 上族欲许的拯救者 墨西亚 墨西亚原意是富游、抹游 古时后君王、司祭和先知就职时 都要行富游礼 表示接受被上主任命 选派担当特定的职务 此词若用在人身上 便称之为受负者 墨西亚 是由希伯来文 Missile的音译而来 基督是由希腊文 Christos音译而来 所以墨西亚基督受负者有同一意识 依撒依亚先知预言说 无主上主的神临到我身上 因为上主给我付了油 派遣我向贫苦的人传报喜讯 治疗破碎了心灵 向俘虏宣告自由 释放狱中的囚徒 宣布上主恩慈的喜年 皆是我们天主报仇的日期 安慰一切忧苦的人 给西雍悲哀的人一向冠冕 来代替灰尘 喜乐的油以代替上福 宣赞以代替沮丧的心神 他们将被称为正义的相树 上主为光荣自己所种植的原地 他们要重建古时的废子 新建往日的荒域 建造勤匹的尘义 树带荒凉的地方 先知的预言日后就在耶稣身上实现出来 他是那位带来救恩的墨西亚 天主所选的受负者 富有君王、师祭和先知的职务 在旧约里除墨西亚外 也用了不同的名称来预告 那将要来临的拯救者 一、二马努尔 看尤为真语要怀孕生子 给他起名叫二马努尔 伊萨伊亚第七到十四章 二马努尔的意思是上主与我们同在 二、上主的仆人在伊萨伊亚先知书中 共有四首上主仆人的诗歌 讲述这位受苦的上主仆人要传播真道 却不为人相信 受到莫大的侮辱 最后他承担了大众的罪过 三、苗牙 我必给达位兴起一只正义的苗牙 叫他执政为王 耶勒米亚二十三章第五节 那一日由上主所发出的苗牙 必成为以色列移民的光辉与荣耀 伊萨伊亚第四章第二节 这拯救者是以色列民中的优秀苗牙 第四、仁子 看见一位相似仁子者 趁着天上的云彩而来 走向万古长存者 达尼尔第七章十三节 这位仁子是永恒的光荣的审判者 当时的人不太明白这些称号 只知是关于那要来临的拯救者 直到耶稣死而复活后 人才逐渐明白 若细读是否因上述所名号 就在耶稣的生活中显露出来了 在困苦中 天主对以民许效承诺 将会派遣墨西亚去拯救他们 这位墨西亚就是耶稣基督 在下一单元 我们将会介绍耶稣基督的生平及教导 让大家认识这位救主 如何去拯救以色列 甚至全人类 也说到所有人认识天父的慈爱 透过他的降生死亡和复活 以完成天主那奇妙的救赎工程 以上天主教信仰课程 2.9单元 冲军及墨西亚的盼望 感谢您的收看收听 绝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